广告回来看到最新消息 昨天是香港主权转移的24周年 尽管有请申请是没有通过 不过还是有民众上街示威 昨天晚间更传出一名远警是当街被砍伤 而凶险随后也是自残身亡 在昨天晚上10点左右 铜锣湾一名巡逻远警 他是被一名黑衣男子持刀刺伤被捕 当场是倒地不起 索性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而特首林郑月娥深夜也发明了这个声明 强烈的谴责袭警行为